欢迎来到城市超级白 我是城市小白Iris 你的城市书学好朋友 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来和大家讨论 UI UX网页设计 但不一样的是我们这次会专注在 UI UX设计师的日常生活 然后我们这集会 我一样会分享三个我的小发现 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欢迎城市超级白节目中的一款人物 小白学长 哈喽大家好 大家晚安 中秋节快乐啊 哦 这么突然吗 这不是已经是中秋节特别期望了吗 哎 对啊 中秋节 如果说中秋节 那我就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好了 教师节吗 对啊教师节是 这么突然 这礼拜一嘛对不对 哦 ok 对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记得回母校 就是跟老师问好 然后呢跟老师讲说对不起 全部都要还给你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只中秋 没在管教师节的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的风气 所以小白也预计回去母校走一趟 那是当然我上礼拜就上礼拜就跟老师见面了 然后就跟他说对不起 呃这个部分也有 不过我的表现还不错 所以没有让他太失望 是希望都可以一直这么表现这么好 好不好 好 谢谢小白学长的鼓励 好 那么呢我们赶快进入正题 是这样的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图啊 就是我在 我在研究的时候 那个图真的吓死人的多 你知道一个锥撞的三角形 我们之后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给大家顺便参考一下 它是长这样的 它最下面在那个 锥撞的最下面是User Story 然后再往上是Functional Map 然后再上去上去上去 就有很多东西 然后我这边就想说 哇 那那我们在学习UI UX的途中啊 或者是UI UX设计家平常用的东西也太复杂了吧 小白学长应该很清楚什么是什么 是Prototype 或是Mark out这种东西嘛 对我那边做了好久的研究 你知道吗 就是很累 很累 对 每一个名词都查过一遍 对每个名词都查过一遍 因为我终于有一点点头绪 真的吗 对 有读懂了一点了吗 一点点 我可以跟大家小分享一下 等一下小白学长来跟大家多补充这样 好 没问题 那说到User Story啊 User Story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使用者嘛 就是看他们平常使用的习惯 对所以我对这个理解就是 你要搜寻说你的使用者的需求在哪里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你要到那个Functional Map Functional Map就是呢 你又要就是可能写些功能啊 或者是他们需要哪些功能 把它画在一张Map上面 就是地图上面这样 然后下一步是FlowChart FlowChart可能我这边查到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推测可能是 使用者他们流程 讲说我要使用这个Function之后下一个Function这样子 我这边的想法是这样子 FlowChart FlowChart完之后变到UI Flow去了 你不觉得这名词真的是超多吗 是Flow来过去的 而且很像对不对 对很像 然后想说什么东西他们不投晕吗 我都爆炸了 这是一个Rap FromFlowChart to UI Flow 然后再去Wireframe 然后再去Markup toMarkup 对 AndPrototype 可以录一个开场了 那那那 OK 那什么是UI Flow呢 UI就是使用者界面嘛 对不对 这个部分 可能要请小白学院那边补充了 因为我这边也不太懂什么是UI Flow 不过我们先继续下去 你画完UI Flow之后呢 就会进到Wireframe Wireframe是一个 它中文翻是现框图 不过我这边看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述 就是你你就会画出一个很不人性化的一个界面这样 很不人性化 对 然后你到Markup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就会慢慢的就是把一些细项把它补上来 最后到Prototype才是较完整的一个产品的预览 这种感觉 对 其实小白说的蛮对的 到Prototype会是一个完整的预览 那Prototype其实就是一个原型嘛 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件事 做一个产品的时候 它的一个这个基本就是一个基本形态 可是其实前面还会经过很多Flow 像刚刚提到的 从一开始非常雏形的Story开始 然后再到Function Map 其实User Story到Function Map到Flow Chat到UI Flow 这几个对不对 基本上它是没有实际的产品的图的 它都是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都只是一个流程图 它不是真正的产品图 所以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才是产品的图 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很丑的那个线图 小白刚刚提到的就是非常丑的那一个线图 那真的很不人性化 可是你要想就是WireFriend其实是做产品非常需要的一件事 因为就像你在画草稿一样 小孩之前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回过 画过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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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彩画 水彩画吗 我有画过素描 素描也是 那水彩画之前其实都要先打底嘛 对 你还是要有那个线框出来 那素描也是的 那你素描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大概的轮廓先画出来 对 但你不会把它的什么阴影描绘出来 是这样的概念 对 如果你要把阴影画出来就有点像Mach-up 就是我要把它的这个包含太阳在哪个位置啊 然后会不会下雨啊 会不会有人遮住啊等等的 去把它 把它这个里面的细节画出来 这会已经开始走到Mogup阶段 那其实在图上面呢 其实也就是Wireframe Mogup跟Prototype这中间 其实大家可能都不太能够去理解 这间的差别 但是从下面的图 这个可能这个到时候 我们会再附上给大家 就是不同的阶段 就是从Sketch 然后到Wireframe 到Mogup到Prototype 这之间其实就是会有一个 蛮明确的一个差别 包含像Sketch 就是草图嘛 就很像那个素描 就很像你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啦 哦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画一框嘛 然后也没什么阴影 也没什么颜色差别 就是画上去 最简陋的东西 对 那Wireframe已经开始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icon OK 或者是这个box model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 像是我们在画carousel 就是一些轮波啊 旋转轮波 它可能开始会有一些 比较实际的一些 这个你可以感受到哪边 你可以去做一个点击哦 或者是作为一个进一步的event OK 那到mark out的部分 它已经是一个拟正的状态 就包含它的颜色啊 主视觉啊 这都已经出来了 最后到Prototype 是它已经甚至是可以做点击 OK 然后连到对应的画面中 所以在这个流程里面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流程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在讲我们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怎么去走到那个阶段 这个流程图 叫flow chart OK 就是flow chart UI flow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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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就是主要是说文字这一块 那如果是那个图像化的 就会从sketch to prototype OK to wireframe to mark up to prototype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成品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变成是什么 真正的可以开始交由工程师 去做一个把它实现的过程 嗯 了解了 对 所以像小白的话 你自己呢 平常在工作上面 比较常听到的词是哪一个 比较常听到 其实我最常听到是Prototype 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把圆形伸出来 对吧 对你要给我看到一个圆形啊 对吧 是个圆形吗 还是 三角形吧 三角形 OK 就是不是一个circle 重点是什么 你的那个原本的 就是你想要呈现出来的感觉 所以Prototype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真的是非常容易发生 可是其实我觉得 我们生活中 使用的Prototype 其实就是滥用 就是如果带到UX里面 Prototype 应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平常讲的 那个圆形 可能是最粗浅的 可能在这边对应来讲的话 可能是WireFriend吧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其实要看每个人关注度的程度到哪里 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我画WireFriend 其实对方就可以理解了 对 所以这个沟通过程其实就是看你跟你的partner 比如说你UIUS Designer 你跟你的前端工程师 跟你的同事聊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WireFriend 他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 你知道吗 心有灵犀是吗 除了心有灵犀 可能还是要靠一点点就是他本身就有通灵的天分 有些时候通久了 工程师通久的时候就会就是 你知道都很顺 就不会有阻碍 怎么感觉有点双关呢 对 那设计师就很好戴 你知道吗 就是 从设计到工程这边就直接就是这样 工程师直接就是带得走 直接顺上来 对 直接顺上来 一条 一条龙这样 没错 条条道路都可以通螺 OK 好 那我这边有听到一个就是设计师朋友 他们每天跟我讲说什么 我可能明天要做stand up 或是我固定礼拜三做stand up 到底什么是stand up 或者是说 我大概也知道一点点东西 不过 不想说他干嘛这么融 每天在那边跟别人报告什么 我今天做到哪里啊 啊你做到哪里啊 文明就不一定会有协作关系 对 那大家互相理解的目的在哪里 我想说 这真的是很吊诡啊 OK 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 其实我们不是在玩游戏 这个是真的有它的意义性的 嗯 因为stand up这件事情其实不是 就顾名思义嘛 就是它就是站立 可是它是一种会议 对站立 就是stand up meeting 其实真正的stand up meeting呢 是每个人都要站起来的 真的假的 对 为什么 太累了吧腰痠背痛 对对对 这也是从就是西方文化过来的 就是说 因为他们在run 敏捷 台湾其实本来是没有敏捷这套制度的 也没有这个方法 你说的是agile吗 没错 小白听过agile 对 还蛮熟悉的 还蛮熟悉的 是不是也是每天在stand up 对 OK 就是stand up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 就是因为 其实每个人在 可能工作中啊 其实没那么多时间 但可是你又说 如果我今天不跟这个人去沟通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做到哪里 或者你怎么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在agile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就会讲 就是比如说 我们就很快的 比如说10分钟 我们就开个meeting OK 但是我们是站着 因为站着会累嘛 会酸嘛 对不对 像站着吃烤肉 那种概念吗 历时 历时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是历会 OK 不是那个历行的历 是站历的历 OK 所以国外他们就流 就会流行到这一套 就是我就是 我今天有五个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 就是 Let's do a stand up meeting 然后就是可能10分钟 10分钟 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说 我会遇到的问题 以及就是说 我现在进展动的项目 以及我可能接下来 我打算要做的一些 to do action 就很快 很quickly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有一个难处就在于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白说 做stand up的目的 以及就是我做stand up 我要怎么跟你报告 哦 有些人会很忙就对了 就是 对 有些人可能就是 他疼昨天醉酒还在晕吧 对不对 根本没办法随时的 做stand up 你懂啥 对对 就像长官那样 SY 那个立正 少计 对对像这样 然后就什么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被叫去旁边 就是福利庭生 50下再站起来一次 但是 在科技也没有这种 这种体罚那种制度 所以 原则上 它就会变成是一种筛选制度 就是 你懂不懂的这一套流程 这套游戏 你才可以在这个产业 OK 那去持续的紧紧 然后跟别人去沟通 因为我们是非常重视速度 跟 以及效率的 效度的 OK 所以stand up 你会听到说 像小白刚刚提到的 就是 设计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他在设计的是软体 OK 他在做的是一个新创产品 所以他也必须要 就你到这个stand up的 meeting 过程中 那跟工程师 跟他的同事一起去讨论 因为搞不好 今天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说 那个 小白 你做设计嘛 对不对 你做 UI UX designer 那我可能是前端 我可能做了一些东西 我可能说 我接下来需要跟 UI UX 这边去讨论一些 就是有没有东西要做调整 OK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 10 minutes 的这个 sharing 里面 不是每个人 10 minutes 是我 讲完我的部分之后 我结束 close 我就立马去找你说 我们讨论一下 刚刚的那部分 就是那种迅速的 直接抓到问题那种感觉 没错 所以其实stand up meeting之后 通常还会有所谓的会后会 会后会 我是台湾会后会的 对 但是其实你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 你已经省下了很多时间 我说要省下很多时间是说 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可能会因为 你走错路 OK 因为你没有去理解 绕一大圈 对你绕一大圈 反正你做了更多的时间 可是我们其实只是用10 minutes OK 所以我们会其实会过 很多人就过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当今天有默契之后 可是如果你当你不知道 你的同事不知道 那就会过很久 理解是吗 就是要通吗 对 OK 或者是你的工程师伙伴 他们会帮你通灵 OK 但一般来说 就是如果你要请工程师通灵 对不对 你可能要先就是 就是付出很多的心血 让他愿意帮你通灵 不然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情 了解花时间又费力 对啊 工程师就讲求效率啊 然后你还叫我通灵 对啊 那个我浪费时间 对啊 打哈哈 没错 对重点是那个打哈哈就算了 OK 然后你还这样 就是浪费就是工程师的时间 对 这个是这个是最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做Stand up Meeting的时候 会跟客户开吗 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对 就是你小白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今天在一个会议里面对不对 然后这个会议不是只有你的team的人 也可能有其他人 外部人对不对 那你说 Let's do a stand meeting 怎么觉得很尴尬呢 这个就有点像是那种就是 那种那种 开始要跳韵律操的感觉 就是那种尴尬感是存在的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 我们不太会就是说 不会这样做吗 对啊 Let's do a stand meeting right now 那大家大家会觉得说 哇 你发疯了吧 大家说我可以做的吗 坐下来 接下来就有那个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我们不太会去跟外部的人 去做Stand up Meeting 反而通常Stand up Meeting 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定的默契 或者是我们已经有一定共识 比如说像是刚刚讲到的 UI US Designer跟前端 跟前端的工程师 或者是前端公司跟后端工程师 因为他们已经平常就要去合作了 所以更快的去怎样去达成共识 那是他们需要的 可是跟客户其实达成共识这件事情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共感 所以共感就是说 你必须让客户 你可以去理解对方的这个感觉 然后你也可以理解就是说 诶我的感觉 就是不然的话 诶我今天做到了 但问题是你知道 有时候客户就不爽 他就不这样 不解你的单 有时候深入了解他在想什么这样吗 深入了解这客户 就很像UX的东西 对 可是客户 他又是有比较组件型的 哦 他不会讲清楚他要什么吗 还是就是他不会一直讲完 他可能不会一直讲完 或者是他可能也不会就是 具细迷的 因为你是 你是要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有耐心的去跟他互动 你还叫他做stand up meeting 他还没有叫你sit down please 你就你要卸天卸地了 你还叫他stand up 他一定会气功 你就跟他讲说十分钟讲重点的 然后他等下就直接爆气 所以我不要跟你合作了 对对对 这就跟女朋友一样 就是不要去惹惹他们 好不好 就是他们在就是 那个 就是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请你要就是follow 尊重 对对对 尊重对方 对对 尊重友善包容 没错 OK好 那最后呢 我想聊聊工具 就是我这边有看到几个 UI UX设计师常常会用到的工具 像是说PS PS好像大家都用对不对 就是photoshop 就是什么领域都蛮常用到的 photoshop一直都是蛮知名的软体 也是大家都爱用的一套程式 那他也可以拿来做一些修图 但如果你要拿来做 就是UI UX的东西的话呢 通常就比较少会用到 比较少会用到 了解 那么AI呢 就是 Adobe的AI 你知道的 小白全名是什么 嗯 你怎么这样子考我啊 我只知道他叫AI 大家都叫他AI你知道吗 就是 对大家都叫AI 可是其实 他 他的这个 Animation吗 不是对不对 不是其实不是 对 他其实是 I-L L Illustrator 哦哦对 哦天哪 对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叫AI 因为是Adobe Illustrator 所以大家AI其实就是一个简称啊 就是你知道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用简称 所以你就会误以为说 AI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我还觉得 人工智慧吗 对对对你到底在讲人工智慧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其实是Adobe的Illustrator 那那AI可以做吗 还是说也要辅助 就是不会就是单纯 用AI PS跟AI他们都其实比较偏向是平面设计软体 他们比较不像是网页设计软体 了解 所以我之后就开始那边哇哇哇就看到什么Adobe XD啊 又又是Adobe了 他是不是很可爱出一些新东西 所以这个是不是叫AXD 就是如果要把它变简称是不是变AXD 下次要念AXD 不是念那个XD 哦要加个A有没有 对啊 PS也要加A APS 什么是APS 就是Adobe Photoshop 哦然后AAI 不行他已经有 因为他已经有就不需要 OK好 那刚刚讲到Adobe XD啊 是好用的吗 还是说会有就是要 因为他跟他并列同行的还有Sketch嘛对不对 嗯 对我就想说那么要用谁呢 嗯如果是以XD跟Sketch来说 其实他们都是用来做网页设计的一个软体 那嗯 XD这件事情其实就蛮适合拿来就是 因为他也可以做一些就是程式代码的输出 所以你说你是拥护XD PADSketch 其实都是看你个人喜欢跟善用的工具 OK但是我们必须说其实Sketch其实流行的比较早 在台湾也流行比较早 所以大家可能如果你是UIUSD3 你可能会用Sketch比较多 就是那一颗鑽石嘛 耶没错鑽石那个那颗黄宝石 OK黄宝石其实我早期的时候也用Sketch来做一些APP 好用吗 嗯其实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拉它的概念有点像向量式的 小白知道什么叫向量式跟点阵式吗 有听过可是不是很了解 OK其实像Photoshop它就是属于点阵式做图 点阵式做图 而AI就是属于向量式做图 这两个差别在于就是说 如果当你说放的时候对不对 它会不会变模糊 哦格子那个 对 所以点阵就是它是有Pixel的 而向量代表的事情是我今天这个点 原点到终点 OK然后它透过运算的方式 帮你直接连成一条线 那这样子会差在哪里啊 就是除了解析度的问题之外 呃会差别在于就是 第一个呃就像就像那个JPEG跟PNG是一样的 因为JPEG其实是点阵式的 所以通常如果你用点阵式 你如果放大缩放的话对 它都会造成模糊嘛对不对 那再来如果用向量式的话 向量式的话它就会是什么 它就会是呃你不管放大缩小 它都是PNG吗 PNG PNG是向量式的 这么好哦 对对对 因为它档案我知道蛮轻的蛮小的PNG 对 然后它又是向量 对 所以这个就是拜我们的一些 就是工程师演算法工程师的一些厉害之处 就是说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演算法 可以把事情做更好更快更有效 所以如果你逼迫他就是去呃这个浪费时间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他他会不会喜欢做时间啊对不对 嗯对他都在省时间了你还在那边跟他 对啊不然我还要跟你讲那么就是花那么多时间 讲一堆五四三结果你还听不懂 对啊浪费口舌 对实际那个工程师可能就是哎他觉得你说的是对的那他就听你的 如果你觉得他说不对那不好意思那你就得听我的 呵呵呵 霸到这样很直接 对了 OK那我知道小白学长之前有用什么Framer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我自己最近是看到一个免费的 你知道免费的那个Figma吗 最近很红的那个大家都在讨论那个Figma 我看有几个YouTuber有分享说他这他从Sketch直接转到那个Figma来了 这样我想说小白学长要不要小分享一下你用的那个Framer的经验或者是说可以讲一下未来的趋势就是会建议越来越来越 二技师用什么比较好或者是还没有用过的人用什么比较好这样 嗯Figma其实是就是也是去年开始就是越来越红就是他也是可以用来做他其实界面很像Sketch啦就是也是可以在 对我有看过蛮像的耶小白看过嘛对不对这两个蛮像的那只是说Sketch他那个Figma有个好处就是他也提供网页版 网页上你可以做编辑然后他也可以做共编OK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像Sketch的话你可能必须要购买license 你才可以去使用他更完整的版本像Figma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直接做每个使用然后你需要再做升级对所以弹性上面跟去让大家开始去做启用上面就有一个蛮大差距的就我不需要说我一开始我就要买那个license买非常非常多我已经可以开始先做一些东西我觉得有需要我愿意再投入更多所以Figma他也红的蛮快的很多人很好用然后他也可以有共编跟这个sharing的功能 还有那个什么prototype的功能他可以预览耶我觉得是超酷的真的吗小白有用过预览功能有有有我有看过别人用啦那你用了什么预览功能没有 你有开始小白有开始用Figma在做我也有稍微操作一下不过没有一个纯品出来最后如果有的话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连小白都可以做出来你们也可以这种概念 哇那这真是太棒了直接激励人心下一次可以做一个那个那个范例demo给大家哦然后传给大家这样吗对大家有需要底下留言对底下留言我直接传给你OK好那那个小小白学长刚刚刚说的那个Framer啊 Framer的部分的话这个我小小小小就没有碰因为其实我并不是就是主要是在做设计啊但是我会跟设计跟设计师有合作的空间所以大概也只是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没有特别去做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是就听听就是前面提到的像Figma或Sketch这个倒是可以去试试看了解那会小白学长会建议说如果是新手可以用怎么样的那个工具吗 因为现在工具市面上实在太多了嘛对不对你也知道就是说雨后春笋就是什么XD之后啊又有什么什么东东啊又有Figma之后可能又会冒出一些东西那应该要学什么比较好 嗯其实其实不管今天要学什么工具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没有掌握设计的原则就像刚刚提到包含像点阵式或向量式其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OK那不是说它很复杂但是你至少要照这个概念你才有办法运用在你的设计概念上比如说像是如果讲到向量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了解什么是被字曲线OK那被字曲线你的概念知道了 你才有办法去绘制你所需要的图并且是什么并且是向量式的然后它可以用来做一些去背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形状的截取让你可以做出更多更有趣的图片或者是人物的造型所以回过头来工具的多寡其实那个都是什么它只是为了让你更方便但是它并不随便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原则的在做事情的OK像Figma Sketch 其实你都可以用这个向量的方式啊去做绘制嘛所以要了解那工具的属性是很重要的然后你的需求这样子以及你做设计设计的设计概念跟它的一个操作逻辑哇听起来蛮复杂的好那这个部分呢留给听众们消化一下因为小白这边也要消化一下好没问题那讨论这么多我们希望今天的三点分享 有加深你们对UI UX设计师工作内容然后工作形态然后使用工具这方面有更加的更加的了解然后还有更清楚说这是怎么样的运作方式然后如果你现在呢现在在手机或电脑或是blah blah blah一气前面的你对于这个Podcast的内容觉得很棒有帮助的话千万不要忘了留言按赞让我们知道然后也非常鼓励大家 多跟我们互动然后多给我们一点建议要不然我们都是我们两个在那边讲话对不对好最后呢我们感谢大家收听小白和小白学长这边预祝你们中秋节快乐还有教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对Have a good nightSee yaSee ya 期待会儿